我們家裡在那裡住 到頭一兩股 他怎麼報到的 你們家裡會不會住 怎麼了 種那個為理財 種好多啊 對嗎 送人家一家家 對啊 那裡有新的 他就一兩葉 一兩葉 我們玲玲老師這邊有好多學生 也有很多狀況 對 所以你這邊有人因為 祖先排位出問題 就導致家運不順 前年 前年最後就是年底 他要來看他的流年的時候 我看到他 我說你為什麼 我就看到他那個 就是每次來就是悶悶不樂 可是他的事業又做得還不錯 那我說你為什麼來見我老師 就是不是很快樂的感覺 那因為大家都熟悉了 就會無話不談了 他就跟我講說 其實我嫁到我婆家 這二十幾年來 我婆家都沒有好過 我剛剛嫁過去的時候 二十幾歲 進我婆家 就裡面就有 因為他們是 中部就是三合院 那那個公子都是在那個 就是大廳那邊放 住房 對 然後就有人 因為搬出去 買樓房了搬出去 就自己請老師 就自己分 分那個祖先 就是分回去拜 結果分回去拜的人呢 沒多久就車禍斷一隻腳 可是他有在拜耶 對 但是他是自己請老師去 沒有經過裡面擠公仔 因為還有長輩在 沒有經過大家商量 對 沒有商量 他就是自己請老師 就去把他請 就是請出來拜 結果呢 然後這個 這件事情呢 引起裡面就是 長輩就說 以後都不能請出去 還沒分 就是還沒有分 你們就不能請出去 以後都要回來 回來這個狗廚來擺 好 那 以為是這個問題 結果 沒多久 換他公公 就心臟 就心靜有在就走了 然後再過 隔半年 又換他爹 他公公的弟弟 也就是叔叔 中風 沒多久也走了 再隔個沒多久 我們最看 就他們最看好的那個三叔 就是他們的叔叔呢 因為在做吃的 可以說高棚滿座的 然後賺很多錢 就想買了店面 出去擴大營業 結果擴大營業呢 結果生意不好 然後也沒多久就收了 然後他就說 老師你可不可以幫我 然後讓我們那些 婆家的人有點智慧 可不可以處理祖先的問題 這樣子 我說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給你一個功課做 那你就做 然後這個是要回饋給他們祖先 讓他們祖先去指引他的 他的子孫 然後他就做功課 做到去年的清明 大家不是會回去拜拜嗎 是 就很奇怪 那個在拜拜 大家都會準備在擺東西的時候 他們那個結婚要背 有一個就這樣 一直看那個祖先派會就說 那字無無了 字無無了 我 對 我想要替他換新的 就這樣 他聽到你知道他就順口 就說 對啦 祖公子 我們來替他換新的 他說 不然你那邊迷信到 你那邊拜拜到 你那邊坐老師你去找好了 他晚上好高興 他就打給我說 老師有效了 我們祖公子說 要請老師過來看這樣子 然後他說 你可不可以擇日來看 那我就去幫他看 一去的時候我就搖頭了 你知道他們那個是幾年 沒有班修嗎 六十幾年 那有名無無了吧 以前都上面還有一個 好像屋簷這樣子 你知道那個屋簷是這樣子傾斜的 然後那個 神明桌的那個屋簷的感覺 對… 他們是就像一個扁這樣子 有點起起這樣子 那個都已經這樣子 要落下來… 而且是左邊吊喔 然後他的那個神明的那個牌位 那個祖先牌位 就在兩個扁的中間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因為老師們在電視都有講 那個絕對有雪光之在 也難怪他們家通通都 一個一個一個都出狀況 然後那個牌位真的 錢都沒有 然後更糟糕的是 我一碰那個桌子 那個桌子會晃 欸嗨 那你想他們的家音會好嗎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家音也就搖搖晃晃 對 處理好以後呢 去年的年底 他跟我講說他先生也升官 然後他們家裡的 那個就是做事的呢 但沒有一下子飛 就是飛黃騰打 就是大家都有起色起來了 你說這個你寫不信呢 那時候在處理的時候 他那個嬸嬸也是生病 聽說久病 就是已經很 生一年多的病躺在床上 也好多了 然後女兒也接他回去 就是照顧 對 那來 蘇冠姐 你這邊有一個朋友 她是朋友搬家 她以為是說搬到新家 然後風水有問題 有一些狀況 後來就不是風水有問題 也是神主牌的問題 她是本來住台南 然後呢 因為他們爸爸往生以後 然後事情都處理好了以後 就搬到台北 那搬到台北的時候呢 他們的生意也做得很好 然後也哥哥 官也很大 然後呢就 就 就 住在台北就很順啊 賺很多錢啊 那可是呢 到後來 這就是說 爸爸的 處理好的那個 那個靈位呢 就 移到老大那邊嘛 哥哥家去嘛 然後 哥哥本來不是都很順嗎 身體很健康啊 然後 就是 官也很大啊 可是 大概沒有幾年之後呢 奇怪了 這個哥哥家的小孩子 也不回家了 就說 這個家就睡不安穩 然後 然後都有一點那種照跟那一種 就是精神上的那一種 很奇怪的那種象徵 然後晚上睡覺已經都開燈 不敢關燈 而且是男生喔 哥哥的小孩都不敢關燈睡 二十幾歲的都一樣喔 然後呢 那哥哥的身體也一直不好 然後小時候的身體也一直不好 就等於全家人 那種進出的那種臉色就是很奇怪 有的輕輕的 有的是白白的 然後他哥哥就說我是不是 那弟弟呢 他是在台北生意做得很好啊 沒多久了 弟弟的生意也是慢慢的沒落 也是慢慢的 就奇怪 以前是做什麼賺什麼 那現在來怎麼 為什麼做什麼都沒有消息 就賠什麼 然後呢 老婆也跑了 然後媽媽的身體呢 就剩媽媽嘛 媽媽已經八九十歲 身體就也是慢慢的不好 那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樣 哥哥說 奇怪 我是當官的 可是我雖然是不信這個 這個什麼教派 可是是因為爸爸他南部有拜嘛 所以他就把那個菩薩給請上來啊 那是不是因為位置不好 還是怎麼擺的不好 是房子的問題 怎麼會一連串事情都一直發生 後來他們就想說 那我再搬家好了 既然是這個房子不好 我就再搬 所以他們又從台北呢 然後又搬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所以他們現在覺得房子不好 也是自己猜測 也不是說有去問過老師什麼的 對 沒有沒有沒有 就覺得是不是這個房子 好 那就再搬 再搬 然後再搬的時候是不是 他們就剛好有我的朋友來跟我講 我說那你在搬的時候 你們不是有供奉那個神明跟那個 祖先你們要怎麼弄 所以我哥哥對這個完全不懂耶 你是不是要幫我找個老師來 來看看怎麼樣 我說這沒有問題啊 然後當那個老師去 他們還沒有搬新家的時候 是不是祖先啊神明 你都要先請 都要先講 然後呢 他說那個這個排位呢 祖先排位已經很久了 那我就再買個新的 然後再給他換過來 可不可以 然後老師說可以 可以換 但是你那個後面的那個名字 要一一的列出來 而且要唱名 然後很奇怪的就是 連我們這種不懂的 當他舊的祖先排位 後面那個牌子拿出來的時候 一翻開 我馬上跳得很遠 為什麼呢 因為連我的朋友 跟他的哥哥 跟他的哥哥的小孩 還有他媽媽現在都是楊氏人 都還沒往生 為什麼名字都在排位裡面 都在排位裡面 這個這個 富士雞皮疙瘩 阿伯士啊 這很強勁對不對 這我告訴你 這強勁棒 對不對 這應該是故意的 那不是不行 他們在寫的時候 就說這是我們的老伯 我們的老母 你用説什麼人 寫孔孫就好 寫幾磅就好 沒有人念好聲的名字 這沒有啦 對啦 沒法的啦 那寫到裡面 沒法 那後來他說 那是你們自己兄弟去找的嗎 找的這個寺墓 他說是叔叔 誰說誰說 對 他說是叔叔 誰說誰說誰說 誰說誰說誰說 誰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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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是這個有沒有關係到說 這個叔子被可能是拆拆 對 對 叔叔是不是故意充滿了 但是不要告出來 那後來就是跟他們寶貴說 這個已經是陽歸陽音歌音 要把它弄出來 然後就重新的列牌 然後搬新家 搬新家之後呢 就一位一位的唱名 祖先有六位 然後就有沒有上位 有沒有上座 然後這樣唱名 然後就把它再重新新家了 重新安置 安置好了之後呢 有什麼變化 你知道嗎 這個錢又賺回來了 我的朋友 他馬上錢又賺回來了 沒打電 然後他哥哥呢 本來是快退休了 身體不好嘛 想說提早退休 結果又升官了 再升官 是… 然後呢身體也好 那更奇妙的就是 他有三個 他哥哥的有三個小孩 都當總醫師 這麼好 總醫師 就是某大大醫院的總醫師 是… 來 這邊呢其實說到了 如果我們要重新安置祖先牌位的話 真的有一些注意事項 是要請冠宇老師告訴我們的 不能安錯 所以說 重新安置祖先牌位的注意事項 第一個是很重要的 神桌上必須共有陰陽病例 因為都只拜家裡的時候 拜的祖先都沒有了 拜的祖先祖拜的祖先出來 那就代表家裡的陰氣特別重 今天陰氣特別重的時候 就代表我們家裡面的女性 身體健康一定有問題 所以有時候很多人 家裡面只安一個祖先的時候 家裡面女人常常就是 子宮有問題啦 或是婦女病的問題啦 或者說他整個人家裡面的精神氣場 都有問題 所以我們建議說一定要 像這個神做禮 安一個菩薩 安一個神明 你不喜歡拜官司 不然你有拜這個 你拜公物牽水 就拜公物牽水 拜心明都可以 只要有陽要有陰 所以祖先牌位 有陽有陰 自動 那陰陽病例的時候 就產生和諧 所以陽仔當中 要祖先牌位 拜一拜共用 要講究和諧很重要 第二個時候 注意牌位內不以共養 非直系親屬 就剛剛蘇安講的時候 連自己活人都被他寫上 陽視的人都寫上 陽視的人都寫上 因為我們鄉下有很多這個 開神明堂的 讓這裡做師公的 就不可以 過去他們沒有這種經驗 就在幫你祖先 操進去的時候 對你的是要給他寫上 連活人全部都寫在裡面 他是把他寫什麼 什麼菁師那裡面 生要人紅白 就是剛剛阿伯的 這是壞光 他現在寫在那個木牌子裡面 那一木板裡面 全部寫進去 因為我們處理過就是說 他寫進去之後 自然而然 因為你拜祖先 那活人的名都在裡面拜 自然 這些人他的運勢 就一種陰氣所壓制 當然運勢就會不順 所以要特別注意說 尤其打開之後 會有什麼 螃蟹的 那個就 不知道這龐大 不知道幾個字 都幾個字 不是我們這個寫進去 甚至不同姓氏的藍式 你打開知道就知道了 譬如說 以前在人家寫進去 你在人家寫的時候 你過來之後 你把別人的名字也寫上 但是我姓陳 我不能把姓黃的寫進來 我不能姓黃的寫進來 那不是我的自己寫 所以你要拜祂 你要另外供養 不能加在於 那非我自己寫清 過去大陸軍來的時候 有什麼情形 就是說 我們以前就是說 我們阿公 他們那一代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就沒有帶 結果 以為他當自家人 自家人拜 那就會有問題 這是雙姓的狗馬 那不是雙姓的狗馬 那不是雙姓狗馬 那不是雙姓狗馬 那是雙姓狗馬 那是雙姓狗馬 那一點血緣關係都沒有 沒有血緣的 可是是有感恩的心 對 那你要另外拜 但是你歷代祖先 他有血脈 一個DNA的磁場 DNA這個血脈當中 他是有互相牽連的 鏈條事公司 他已經有鑒連在一起 所以你把這個鑒連當中 加在一個旁邊 就是好像長出一個毒瘤一樣 自然而然就會產生家庭的障礙 所以說 你有時候家裡不順的時候 有鑒連過節 我常說 你沒有叫一個先生 他幫你叫你 來給你揮個新竹牌 你可以用什麼時候 鑒女情理事上行下行的事 那種族新竹牌 拿到清晰把它開看看 裡面有哪裡不對 如果閩南的過去 那就是祖譜 過去幾代都寫在這裡 不會的 那客家族群 他是一個牌 整個宮廳一看全部都是 這是祖譜一樣 所以你打開 如果有揮之一 你就要去查他 這是哪裡來 這是誰 如果有知道了 能夠分離 就分離掉 才不會影響這後代子孫的問題 所以說 主義牌不以公養 這個 揮直系血親 第三種是 祖先牌 會不以高過菩薩的神位 是 有些人拜的時候 這個祖先牌 哇 萬一我拜周先祈 神祖牌很大 但是心明碎碎尊 那陰陽就不捨血 因為陽要高於陰 所以我們神明我們建議說 當你拜神明 神明之後要高 祖先的牌位要低一點 這樣就平衡 所以陽多於陰就可以了 特別注意 第四個是 我們來看一下 從中心這個堂上 成姓歷代祖先之神位 這裡面要算到什麼 生老病苦死… 這裡還沒有寫上姓 所以就是姓 所以少一個 所以要寫上姓之後 就算到底剛好是老 所以中間這個地方就是老 沒有 活人要供養老 所以為什麼兩生包一老 活的比較多 活的這邊要多 從堂上開始算了 這個字數 反正我們就是 堂上就是 生老病死苦… 最後不管怎麼排 一定要排到老 一定要老字 然後左右都是 生老病死生 一定要生 生老病死苦 生老病死死 到最後是生 所以這兩邊就是生 兩生抱一老 兩生抱中間的老 中間這些都不好 只有生 該生就生 剛老就要老 這要特別注意 再來是 雙性祖先必須要分解 有很多台灣有很多雙性祖先 因為以前有個偷油品 阿嬤那一代 阿公阿嬤那一代 很多有偷油品 以前農業社會 農業社會 農業社會的時候 因為農業社會 有人以前死 醫療沒有這麼發達 沒有這麼發達死 早死了很多 這種狀況 以前有一段時間有匯老 匯老 匯老時候三十多歲就死了 再帶我母親 母親一個小子 老公就死了 然後偷油品 又去嫁 嫁的時候 有時候她又產生 又一個兒子 偷油品來 那怎麼辦 又雙性 所以到最後會變成雙性 所以雙性祖先的時候 一定要分離 那不要兩個分開 但也不要同一個屋原 可是她像她中間 有這個板子 那個屏風這樣隔開 還不理想 最好是分開獨立 各自獨立 對 獨立 才能夠完全把她的氣合一 不然兩個還會有爭執 特別注意 所以說祖先把有比起來 有分跡 才能夠帶給這個家庭裡面的和諧 安安 好 來休息一下 這段廣告馬上回來 好 中國大陸有很多 他們又剪不剪又沒事 一剪完之後 又給那位小棺木 又給牠排列在 亂丟丟一堆 那後代的運勢健康 都會產生問題 所以我們一定要做 按鼓翁的時候 必須要一坐姿 我們坐 坐下去 要兩隻手要排好 所以排好坐下去 人又挺起來 好 歡迎回來命運好好玩 來 除了排位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祖先的祖墳 祖墳的墓地 楚凡姐 妳有朋友也是 祖墳的墓地 那因為他們是住在也是中部 中部呢不是有一段時間都 也比較靠近海邊的 海水倒灌 對嗎 然後那個墓整個都塌下去了 對不對 然後不知道有沒有跑掉 骨灰 骨壇 不知道整個村莊都淹沒 不是嗎 那個祖先的骨頭 也不知道去哪裡 然後就相繼的 媽媽往生 媽媽往生之後呢 然後沒多久呢 因為他們本來想說 媽媽八十多了 也受終正寢了 然後隔一年呢 爸爸就又走了 那爸爸走了呢 他們就媽媽往生之後 那個反正那個 祖先的那個墳墓也找不到了 就另外葬 那再開了一個新的墓 葬 那葬了以後呢 那後來隔一年 欸奇怪了 怎麼會爸爸隔一年 媽媽前年才走嘛 那今年怎麼會 又變成爸爸倒下來 然後爸爸倒下來 就 就 也是葬在一起 那葬一起以後呢 這個事情來了 他們的牌位 媽媽的牌位跟爸爸的牌位呢 就 他們總共有四個兄弟 那四個兄弟呢 就是 大哥啊 二哥啊 三哥啊 大哥是在中部沒有錯 老大 老二 老四 都是在中部 那老三呢 他是在北部 那大哥 二哥 三哥 大哥二哥沒時間 老三也沒 沒在中部 他沒有辦法去供奉這個牌位 然後老師說沒關係啊 反正我是最小的啊 你們就把錢給我 我負責來供奉他們 結果呢 老四把所有 就每一年 大哥二哥三哥給他們的錢 然後就花掉了 賭光了 賭光喝光 就這樣子事情來了 他 爸爸是不是才往生呢 然後隔一年呢 就大哥 大哥也往生了 更巧的是大哥往生了 大哥都還沒出病 大哥的兒子 車禍意外 然後呢 就老大 大哥的兒 大哥出去之後 換大哥的兒子 人長孫嘛 長孫又出車禍意外 然後 走了 沒幾個月 三個月 換二哥 二哥還好 好兇喔 對 二哥還好 二哥 他是生病 但是也是奄奄一息 可是二哥的大兒子 也往生了 那老三很緊張啊 但是老三他也是一個 就是 警官就對了 那警官他可能是平常很正直 就很正氣這樣子 他就不信這個 他說 不會吧 這應該是不會影響到那個 偏偏 你說隔年喔 二哥的小孩出去了喔 變老三的小孩子也 也出 在那個隧道出口被撞死了 那你 他們這兩三年來 你看男丁一個一個走 女生都沒事 就男丁一個一個走 然後呢 老四呢 家裡也待不下了 也 也 糟糕 因為欠人家很多錢 也糟糕 來 這個故事喔 就是說 該 供奉的沒有好好供奉 是 但是阿美姐這邊就是 有一個大戶人家 他們就知道 這個祖先有保佑啊 我們一定要好好供奉 這樣才可以保佑我們 這個長命百歲對不對 那我們賺錢也是長長久久的 對 這就有概念 可是說 這個大家都有供奉 可是有的幾房好 有幾房不好 那這是怎麼回事啊 怎麼會找阿姐 他這個喔 有的燕明家啦 那做下去 這個沒有 大房的這邊 比較好 對 二房也不錯 那就是 三房四房都賺 都賺的時候 他有跟他們說 嗯 好像有一個問的樣子 說風水有問題 他就叫阿姐說 不然我們要把我 風水來牽 那 有幾房子 有幾房子 我保持 你 那